我们的店主要是买尼泊尔饺子 尼泊尔饺子在尼泊尔文叫MOMO MOMO是很日常的食物 而且是随街都吃到的 就像我们香港人会到处吃鱼蛋 而他们到处吃MOMO 香港向来中西滘水 中西日寒泰 香港人几乎有西食到大 但是尼泊尔菜你又有没有吃过呢? 在建尼地城这里 就有间由一对尼泊尔夫妇开的小店 餐体上的食物都很有二国风情 我之前是做本地道友的 就是带外国人去吃本地的小食 例如捉鱼蛋吃腸粉 我先生之前是开酒吧 因为疫情之下我们就完全失业 刚好我们在20年的时候 在尼泊尔住了半年 那时就跟奶奶学会了 如何去做尼泊尔饺子 我觉得口味应该很适合香港人 而疫情之下又可能做一些外卖 会有一些商机 所以就把心一旦开一间小店试一下 我们店铺有三种饺子 有鸡肉、猪肉和薯仔素菜 鸡肉馅就会比较清甜 因为我们主要都只是放洋葱 还有那些脂肪的成分就不会放太多 所以最多人会吃鸡肉饺 就是觉得比较容易入口 不会太浓郁的味道 而猪肉饺 反而就放多了一些咖喱粉 所以会香浓一点 我们都建议客人 喜欢吃重口味 或者煎饺的人就吃猪肉饺 另外一个素菜饺 就是有薯仔、鹰嘴豆和一些芫荽 和不同的香料混在一起 是一个挺饱吐的素食 尼泊尔饺子外形望络 和香港人平时吃的饺子差不多 不过一放入口咬开 就知道两者味道上确实有分别 尼泊尔饺子和广东饺子都相似 但它们肉里面会加大量洋葱 还有不同的香料 俗称叫做麦斯拉 麦斯拉就会有一些 例如姜黄、豆扣、花椒八角 去调味道 而且多数是下午茶吃的 三、四点的时候 就会吃一个非常丰富的下午茶 当地的男人一吃 可以吃三十多四十只 老板说尼泊尔饺子在当地随街可见 不过每一家人所做的饺子口味都不同 每家每户 他们对于香料的调配都有不同的心得 我奶奶因为她都住过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奶奶都住过香港十多年 所以我觉得她煮东西都很适合我这个香港人口味 因为例如我去我阿姨的家 我觉得她的毛毛很浓、很辣 我会吃不到的 除了饺子 还有这款薯仔波波 同样是当地独有的街头美食 表面炸得香脆 里面就让了薯蓉、红石榴、乳酪 吃的时候要再加入螺望子汁 味道酸甜又清新 店铺现在大部分客人都是香港人 異国食物可以打入香港市场 特色酱汁都是致性关键 吃MOMO的汁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说MOMO的灵魂就是那个汁 因为它里面有十多种香料 但最主要是番茄、孜然粉、姜黄粉、辣椒 其他就是花椒、八角、姜、芫荽、配搭 我们的辣汁很多香港人喜欢 因为它不仅是死辣 因为我们不会放非常多的辣椒 每一种辣椒我们尽量都会平衡 所以会吃到几个层次出来 我几个很诚实的客人 说我不是为了你的饺子 而是为了你的汁 好笑的是有些客人吃了这么久 都不知道我们原来是尼泊尔饺子 他们只知道我是一种很饱汁的饺子 他真的来到了差不多九个多月才说 原来你们是尼泊尔菜 很好笑 我们想做的就是这样 我把尼泊尔饺子向本地人去介绍 食物这么有特色 而且价钱相宜 想试试新口味 一如去光顺一下吧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